娱乐圈又炸锅了 胡哥这次真的完大了 居然巧咪咪结婚生子 这位曾被喷妈宝男的顶流 到底是怎么想的 网友们都惊呆了 这也太突然了吧 胡哥的婚姻消息一出 整个网络都沸腾了 大家都以为他会一直单身下去 没想到他却突然宣布已婚生子 这次他就会被他选择 这可把网友们给整不会了 有人支持 有人质疑 各种声音铺天盖地 让我们来看看 这位仙侠男神的情感历程 以及他的婚姻选择背后 有什么故事 胡哥的感情生活 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从薛佳宁到杨幂 他的绯闻对象 各个都是女神级别的 可是这些轰轰烈烈的恋情 最后都没有修成正果 特别是和薛佳宁的那段感情 因为胡哥妈妈的反对而告吹 这让很多人觉得胡哥是个妈宝男 当时胡哥在节目中说 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 如果没有家长的祝福 婚姻很难幸福 这番话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有人觉得他太懦弱 有人则认为他孝顺 无论如何 这件事给胡哥贴上了妈宝男的标签 后来 胡哥又和杨幂传出绯闻 两人在《仙剑三》中的默契演绎 让很多人相信他们是真的在谈恋爱 甚至有网友爆料 看到两人一起出国旅游 但是这段恋情最终也没有结果 在这些风风雨雨中 胡哥的一些言论也引发了争议 他曾经说过 男人同时和多个女性保持感情关系 是最艰难的挑战 这话一出 立马引来一片骂声 有人说他三观不正 有人说他太诈 但是 这会不会是胡哥用一种自嘲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对感情的困惑呢 还有一次 胡哥在节目中随口说想出国流血 结果主办方和平台方 就搞了个盛大的欢送会 当时的胡哥 表情管理都失控了 这件事告诉我们 有时候一个玩笑话 可能会演变成一场难以收场的闹剧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胡哥会一直单身下去的时候 他突然宣布结婚生子的消息 这下可好 网友们又炸锅了 怎么突然就结婚了 新娘是谁啊 以前那些女朋友呢 各种问题接踵而至 胡哥的妻子黄西宁 是他多年的执行经纪人 与那些光鲜亮丽的女明星相比 黄西宁显得格外低调朴实 有人说他长相平平 身材普通 但不得不说 他最终赢得了胡哥的心 这个选择 让很多人感到意外 有人说胡哥是真爱 也有人说他是在敷衍 但是 我们有没有想过 胡哥的选择 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呢 毕竟 他已经42岁了 不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小伙子 经历了这么多感情波折 他可能更明白自己真正需要什么 也许 在他眼中 黄西宁就是那个最适合他的人 他可能不是最漂亮的 但可能是最了解他的 他可能不是最耀眼的 但可能是最能给他安全感的 这不正是很多人在感情中追求的吗 当然 也有人对胡哥的选择表示不紧 毕竟 在很多人眼中 胡哥可以找到更好的 但是 什么是更好的呢 是更漂亮 更有名 还是更年轻 这些标准 真的能决定一段婚姻的幸福吗 胡哥的婚姻选择 其实反映了很多现代人的婚恋观 在这个看脸的时代 很多人更注重外表和地位 但是 真正能长久的感情 往往建立在相互理解和包容的基础上 胡哥选择了一个普通人 这可能让一些人感到失望 但是 这也让很多人看到了希望 原来 爱情不一定非要轰轰烈烈 平平淡淡也可以是真 当然 我们不能说胡哥的选择 就一定是对的 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选择也会不同 但是 胡哥的婚姻至少告诉我们 不要被表面的光鲜迷惑了眼睛 真正的幸福 可能就在身边 这个社会总是喜欢给人贴标签 妈宝男也好 渣男也罢 这些都是外界对胡哥的评价 但是 我们有没有想过 这些标签可能都不够准确 人是复杂的 不是简单的几个词就能概括的 胡哥的婚姻选择 可能就是对这些标签的一个反击 他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 不要轻易给别人下定义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 包括选择自己的另一半 无论外界怎么评价 只要自己觉得幸福 那就是最好的选择 胡哥的婚姻引发了这么多讨论 其实也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对婚恋的态度 我们是不是太过关注表面的东西了 是不是忽视了感情中最重要的东西 这些问题 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 无论如何 我们都应该祝福胡哥 希望他能在婚姻中找到真正的幸福 也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另一半 毕竟 爱情和婚姻 没有标准答案 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 互相理解 就是最好的结果 接下来说 金英奖出席名单引热议 唐烟 胡哥等人缺席 网友吐槽 结果太好 才原来金英奖也得带上鸟笼了 唐烟 胡哥集体失踪 是不是嫌奖杯太重拿不动 这届金英奖怕是要改名叫金歌奖了 一项星光熠熠的颁奖典礼 突然变成了大型避难现场 让人不禁怀疑 是不是组委会得罪了哪路神仙 往年几破头都要来的大咖们 今年却集体选择了隐身 这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资本的胜利 赵丽颖 吴月 余和伟 张若云 这几位人兄人姐算是给足了面子 但其他大咖呢 怕不是集体穿越到平行时空去了 最让人扼腕叹息的 莫过于最佳女主角的争夺战了 六位入围者 三位大神级人物集体缺席 这阵仗比春晚还难请明星 唐嫣 刘霖 周迅这三位大姐 你们是约好了组队去交游吗 好歹派个替身来走个过场啊 这下可好 颁奖典礼现场怕是要上演三鹰战旅部的戏码了 再瞅瞅最佳男主角这边 情况更是惨不忍睹 胡歌 范伟 近东 这三位爷可都是实力派中的实力派啊 胡歌呀胡歌 你可是粉丝的心头肉啊 这么重要的场合你都不来 是不是得罪了哪位金主爸爸 范伟老师 近东老师 你俩是不是觉得自己年纪大了 不屑和小心肉们抢奖杯 这正是 不禁让人联想到某些神预测的综艺节目 偏偏是那些呼声最高的明星集体缺席 这不是摆明了 告诉大家结果早定好了吗 要不咱们干脆改名叫精英类定奖得了 起码名副其实不是 网友们纷纷画身段子手 调侃道 这届精英奖 怕是要改名叫 金歌奖 了 看来今年的精英奖主题是 猜猜我是谁 啊 建议明年改成线上颁奖 省得大家跑空趟 不过话说回来 咱们也得换位思考一下 这些大牌明星们 哪个不是档期排得满满当当的 为了参加一个可能早有结果的颁奖典礼 耽误了接新系的机会 那岂不是得不偿失 再说了 万一真的陪跑了 那多尴尬呀 还不如学学陆寒 来个工作室带领奖呢 当然了 也有不少网友认为 这种现象 恰恰反映了当下影视圈的浮躁风气 大家都在追求快速成名 高回报 谁还在乎什么荣誉不荣誉的 只要有流量 管他精英还是铁公鸡呢 不过话说回来 咱们也别对精英奖太过苛刻 毕竟在这个短视频称霸 网剧横行的时代 还能坚持办下去 已经很不容易了 或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奖项存在 才能让一些真正有实力的演员和作品 得到应有的认可 这届精英奖 是不是有点鸡飞蛋打的意思 大咖们集体放鸟 是对奖项的不屑一顾 还是另有隐情 而作为观众的你 又是否还对这样的颁奖典礼抱有期待呢 各位观众老爷们 你们准备好迎接又一届精英流失奖了吗 没错 咱们引以为傲的国内电视剧大奖 又双弱镯遭遇了明星集体放鸽子 唐烟 胡歌等当红炸子鸡纷纷选择闪人 留下一群网友在风中凌乱 这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资本的胜利 让我们一起来扒一扒这届精英奖到底经历了啥 精英奖 你怎么了 曾几何时 你可是国内电视圈的奥斯卡呀 还记得当年的精英奖 那叫一个星光熠熠 红毯上挤满了阴阴艳艳 俊男靓女 可如今呢 瞧瞧这寥寥无几的出席名单 简直像集了高考后的班级群 冷清的让人心酸 赵丽颖 吴岳 于和伟 张若云这几位人兄人姐算是给足了面子 但其他大咖呢 怕不是集体穿越到平行时空去了 要说最让人扼腕叹息的 莫过于最佳女主角的争夺战了 六位入围者 三大神级人物集体缺席 这阵仗 简直比春晚还难请明星 唐烟 刘林 周迅这三位大姐 你们是约好了组队去交游吗 好歹派个替身来走个过场啊 这下可好 颁奖典礼现场 怕是要上演三鹰战旅部的戏码了 再瞅瞅最佳男主角这边 情况更是惨不忍睹 胡歌 范伟 靳东 这三位爷儿可都是实力派中的实力派啊 胡歌呀胡歌 你可是粉丝的心头肉啊 这么重要的场合你都不来 是不是得罪了哪位金主爸爸 范伟老师 靳东老师 你俩是不是觉得自己年纪大了 不屑和小鲜肉们抢奖杯 这正是 不禁让人联想到某些神预测的综艺节目 你说巧不巧 偏偏是那些呼声最高的明星集体缺席 这不是摆明了告诉大家结果早定好了吗 要不咱们干脆改名叫金英类定奖得了 起码名副其实不是 网友们可乐坏了 纷纷划身段子手 调侃道 这届金英奖 怕是要改名叫金歌奖 了 看来今年的金英奖主题是 猜猜我是谁 啊 建议明年改成线上颁奖 省得大家跑空趟 不过话说回来 咱们也得换位思考一下 这些大牌明星们 哪个不是档期排得满满当当的 为了参加一个可能早有结果的颁奖典礼 耽误了接新戏的机会 那岂不是得不偿失 再说了 万一真的陪跑了 那多尴尬呀 还不如学学陆寒 来个工作室带领奖呢 当然了 也有不少网友认为 这种现象恰恰反映了当下影视圈的浮躁风气 大家都在追求快速成名 高回报 谁还在乎什么荣誉不荣誉的 只要有流量 管他金英还是铁公鸡呢 不过话说回来 咱们也别对金英讲太过苛刻 毕竟在这个短视频称霸 网剧横行的时代 还能坚持办下去已经很不容易了 或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奖项存在 才能让一些真正有实力的演员和作品 得到应有的认可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